字幕 開送了是不是 兄弟們開搞了 還是玩夜曲 玩夜曲 剁爛這 están劍模 唉我有點想玩夜曲 我想看能不能剁爛建模 我不知道要下路在幹嘛 但我就當 momentum 我想要試試看 當今的版本 夜群能不能處理劍膜 很猶跳耶 為什麼我的無星上分流 就要遇到體膜呢 沒事啊 本來就是無星流 這把輸了就算了 沒差 我們玩好玩的 沒事啊 你看對面佳文輔助也沒多正常 這把的關鍵可能就在上單 我等一下直接抓爛他 抓爛這個劍膜 遊戲就結束了 退對我新時代 他不然要什麼打劍膜嘛 劍膜你要用什麼打 劍膜就現霸 等等我們一樣 我們的出裝思維 跟蠻王一樣 直接還要殺手 沒有人是我們的對手 夜群可能屌打 不一定啊 劍膜現在比較強啊 劍膜現在是被版本 受到版本眷顧的角色 雖然以前我都屌打 但是現在劍膜版本是比較強的 提膜屌打耶 你看很好啊 選提膜輔助也沒什麼問題 哇 提膜一打二 提膜無情一打二 太無情了提膜 如果玩輔助我就玩提膜吧 不然提膜這麼強 這提膜打這種 會衝進來的好像真的蠻爽的 有點多耶 我不確定自己打不打贏他耶 你們覺得呢 兵太多了 我等於要扛兵 還要蘇伊等跟他打 可能先不要打比較好 會玩喔 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能打 有點拉線了 沒有辦法 呃... 不管啦 就這樣啦 狂戰士 狂暴攻速 後悔了 應該先出海妖道 我攻速這麼快 出攻速誰幹嘛啊 我打W到直接加68攻速 我還出攻速誰幹嘛 有點後悔 這個空氣有點被搞到 因為剛剛藍寶有壓力 我不敢不回 所以就被控了這一波 就只會吸奶 就只知道吸奶的人 這種吸奶仔 終究還是要被我們送下去 又來控我線了 又來控我線了 還想要繼續控 TP出來繼續控 有夠噁心 頂級支援 加50 靠杯 減50 還想要側面刮 玩不熟就不要跟別人 學什麼側面刮啊 60 75 60加75 135 加50 欸我185魔啊 185魔我才能殺他 超級可悲 被吸奶直接死去 不會要收我睡吧 頭都給你了 不會收我睡吧 不錯啦 這打野自早懂得分寸 不會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情 我們大絕 撞他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有大絕說 會盡量的去撞別路 最好撞這個中 因為你撞中路的話 安妮就有線權 安妮有線權 就可以跑線 所以我們最好去撞他 這很多兵欸 欸 頂級收罪 還收100塊 哈哈哈哈 賺翻 頂級夜曲 哇 死了嗎 頂級夜曲來了 完了 他不假了 沒有欸 恐懼 恐懼 嘿嘿 什麼小丑角色 什麼小丑般的配合你們 為什麼夜曲打劍魔這麼好用 比賽沒用 因為他們沒有get到啊 誰會去試 很多東西沒去試都沒人知道啊 但是說實在的啊 夜曲打劍魔是可以處理的 劍魔只要出了一些 他只要先出人鞋 慢慢拉扯他會贏啊 但是像這種劍魔就是沒有死過 這種沒有死過的劍魔 我們最容易送他下去啊 還在那邊出攻擊裝 他出攻擊裝 一定會吃我一套 他吃我一套他就得死了 他只有出人鞋欸 再出一點防裝 然後靠著Q一直拉扯 他才有可能會贏 嗯 我一直殺人欸 你說比賽出夜曲上路 打劍魔都不可以 我覺得也一定可以 因為夜曲上路 也能保持一定的壓力啊 不管在支援打野跟中路 都有一定的壓力 不是一個很爛的角色 他不是吧 不要搞事啊安妮 能不能不要搞事啊安妮 你真的噁心到我了 你噁心到我了安妮 沒有視野你在那邊打那麼深 啊你Q他一下他滑走了 沒有視野你還要追 到底是喪心病狂是不是啊 殭屍症發作 好送啊這波 這早出了 這個安妮送了一半 這波吊炸節奏超級爛 等來我遇到這個劍魔是隨便贏的 等來被他搞得 可能等下又有往有來 他TP中路是不是劍魔 當TP中路啊 他不會那麼早出應該中路啊 他TP中路我直接破停 他打得贏我嗎 結果他打不贏我欸 他是不是不應該這麼囂張 這個戴著色 我覺得他打不贏我 龍色呢我們就推 啊來找我 我就隨便來看 人家可能會很多人來找我 不是啦 海套打不贏 現在是絕對打得贏了 我海耀啊 絕對幹到 我的W找他的E 直接幹到你 直接點男 日命節奏直接 他有贏我的可能 笑死 就像這個惡莎斯啊 他可能也以為他打得贏我啊 我們現在就讓他知道 什麼叫做絕望 我們這一刻 就讓這個惡莎斯 知道什麼叫做絕望 沒關係啊 繼續來吸奶 真的沒有關係 你就看看一直吸奶 會不會贏啊 真的 你就看看一直吸上路的奶 你知道之後會不會贏啊 真的沒有關係啊 每天都在吸奶 他到底是吸爽培 下半部爆炸 子丹麗今天被注的哪一把有輸過 每一把都贏啊 你就來注我沒有關係啊 遊戲都打到15分鐘了 上塔塔皮都沒了 你還來上路吸奶 你拿到的就是一顆頭啊 你掉的是戰略經濟 再說下去就多了 剩下的你們自己感受一下 這個吸上路奶 是多麼愚蠢的事情 笑死 不要 不要 嘻嘻嘻嘻嘻 屌打第一萬角色 看到忘記打7了 看到你目盆口胎 手指不知道放拿是不是 手指嚇到吃熟熟 了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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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 忘記打7了 那正常了 pin happened 等一下下路誒 不想贏了是不是 我要開壯子 人要守我 她說我 箭魔打不贏我 所以沒人來守我你知道嗎 然後箭魔就開始跟 再樂是一起想下路 哈哈哈哈 OK啊 我沒大絕都這樣屌打你們 我有大絕 你們該不會以為自己能贏我吧 如果我剛剛有大絕 我絕對是一個打兩個啊 這個 我們的玩法就是會一直做出月子的行動 然後對面就會一直來吸我奶 打我啊 笨蛋 敵魔別獸 敵魔別獸 好爛 誒 當普攻不錯 敵魔的Q擋到普攻不錯 那個上單跟中路都打不贏我 我這把是橫著爪 我這把呢 遇到上路能贏 遇到中路也能贏 遇到雙人劍也能開戰 我是無敵的 無敵局面 蛤 我的錯 這個如果操作的好的話 閃線是閃不掉牽線的 但也沒他 他要閃線到幹 閃線到幹 無所謂 呃 夜曲沒有大絕呢 打會戰就是丟人陷阱 所以我們邊向不打 他們在中路打起來我們就隔岸關火 隔岸關火 直接不理 直接BD 你們輸了還有我BD 沒辦法 我沒有大絕 絕對不會打會戰 我走過去就是這個弱勢 絕對不是史丹利特別愛BD 而是一個沒有大絕的夜曲 必須得這麼做 你們都懂的吧 絕對不是史丹利特別愛BD 你們可以明白吧 恰恰恰恰恰恰恰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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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 還有誰 沒有人嗎 欸 舒服 舒服 反寶還在家裡逛街 送頭 直接督根玩你上路 再收你的頭 完美戰績 直接閃線 就知道我的威懾力在哪了吧 我連步履都沒按 我剛一心只想靠那個塔 所以沒按步履 你也想關燈啊 關燈啊 頂級傷害 頂級輸出 直接抓死 遊戲結束 頂級上單 好爛 咬我啊笨蛋 笨蛋藍寶 嘿嘿嘿 好爛 完了 真的輸不了 保持著輕鬆又愉快的 心態進行這個遊戲 即使隊友選提摩我們也不跳 真的輸不了 給提摩讚 當然是給伊弗林啊 給提摩衝阿小 打野一個扛起了全部 但相信各位看得出來 我們還是有打出蠻多的top gap 恰恰恰恰恰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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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